OK,做一个介绍 先一个个来 这个是卡带门的 卡在上面就行了 这个就是后托固定 这个是一个偏心的 它的原理就是我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 然后把那个扳机械下面卡住就OK了 这是可以调节的 这个熊鸟 先把鸟给拆了 OK 然后拖 然后拖 这个就是已经把拖拆掉了 拖拆掉之后呢 这个是内部结构 这个呢 是鸡垂弹簧的导套 这个是导柱 也可以叫导杆 然后调节威力的话 就是调节这个导套 银颈是提高 这个基础的激发力量 然后松呢 就是先反之 好OK 好OK 先把气放掉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吸烟螺丝的设计的话 反正我是非常满意的 在拆卸过程中是非常的方便 就是 所以放起来 就会把鸟放进去 就会把鸟放进去 把鸟放进去 这里是一个M3神乙10的螺丝 盛头 这里是M3神乙12的杯头 都是内丢角,所以拆取一套内丢角拌手基本差不多 有一个兄弟之前前两天发的,说这个表上面没有压力 可能当时里面有个孔没有打穿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给大家换一个就是了 这是一颗M5的螺丝,然后前面有个电圈的 这个大家在都能买掉的 OK拧紧 拧紧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拆销,也可以先拆坐子 都可以的 坐子有两种拆法 一种拆法的话就是从这里 这里 然后就是把整个后堵链坐子一块拆掉 这个是一种比较偷懒的方式 好,然后我们把虾拆掉 先把外面的套关弄掉 好像是直接连拆一块拆掉 这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本来就是两个 好,OK 销连这个接头 这是接头 看吧,这是罗温版本的 好,我们先放下 然后套管 哟 其实我已经没有了 我们小老 这个 这是7.5毫米的 是用在635上面的 好,OK 然后我们就可以 继续拆八字 把八字松开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 把三通拆掉 OK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取掉 就可以把它取掉了 这个 M5的螺丝呢 有一点 当着它出来的地方 一般我是往前面拉 但是因为现在呢 就是之前我考虑的是 螺温的话 它是没有夹这个固定螺丝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还是应该把这个固定螺丝加上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 就复杂一点 先把这个三通给取下来 OK 这边抓住狗 然后反正拟下来就是 好 这个就是整个骑士 骑士的话 这个堵头直接拧下来就是了 今天一个朋友说 这个堵头怎么自己拧得动 这个堵头如果拧不动的话 那这个怎么拆装啊 如果说拧不动 那说明里面有压力 雨漆没有放完 就这么简单 现在改进了 自己用最简单的单向法 一颗M3的螺丝 然后下面加一个欧圈 欧圈是2.75升1.78的 好 剩下就是罚了 罚这个工程比较大 我就不拆了 因为拆 拆出来容易 装回去比较麻烦 要保证这个欧圈 欧圈不会 就是说不会 不会坏掉 然后的话就是说 总体上面说的话一般 我一样要介绍一下 我说一下 讲一下几个组件 然后这样打射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 到底你的东西齐没齐 这个堵头搬你了 搬你了太进去了 这差不多就可以了 一般我是会把这个 斜压螺丝 然后跟 拼在这一块 然后这是针对罚口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充气的话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怎么充气 我一般喜欢 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金桥在上面 这样 然后这样拆过去 这样的话 斜压螺丝它是朝下面的 就是说假如 有任何一点问题的话 那肯定是跑下面去了 不会往上面飞 知道吧 这边就是说一个一个小细节 现在做的这批气势 和这些堵头的确是非常漂亮的 自认为啊 反正王不卖瓜 总得自己夸一夸 对吧 好 我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 把这个 这个螺丝给拧下来 OK 一般我在发货的时候呢 因为都没有跟 因为都是发的歧视 那么在这个螺丝上面呢 我没有给你们拧太紧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松 你稍微拧紧一点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地方 一定要不要不要 不要太用力了 拧紧就可以了 你如果说你实在拧太紧 这个地方很容易滑溼的 我已经用了方生12.9G的螺丝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整套的叫70组件 这个属于金桥组件 这个整套的属于班级组件 这是桌子 桌子组件一般标配是两个轮子 两个轮子 这是销 这个是配4700的销 这是销的组件 也就是说一般我发的话就是说 一个组件 两个组件 三个组件 四个组件 五个组件 总共五个组件 就结束了 如果没有拖的话 有拖的话 有拖的话我会再单独再配一个 再配一个这个 后固定螺丝 如果没有拖的话 这个后固定螺丝是没有的 这个一定要讲明白 这后固定螺丝 不是说直接网上可以买到的 而且这东西加工成本很高 高就高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内流角的孔 其实我都很想直接做成一字的 因为一字的很便宜 做内流角也放电太贵了 好 OK 那么基本上就是整个组件 的话就是很清楚了 然后有空的话 我再做一些细节的 其实包括之前也做了一些细节上 细节上的就是说分解的一个 一个视频 其实这次的话就是在做一个专门的 就是完整的 然后这个这个是扳机腹圈 就是这两天几个兄弟说 我们有收到这个这个是 在整个套件以内的 不属于扳机的 而不属于木拖的 是属于套件里面 不属于拖的配件 有拖没拖都会配这个 好OK 今天呢基本就这样